向来与人正面景象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周三20日被联邦操守委员会裁定 去年圣诞接受亿万富豪慈善家 兼回教伊斯玛伊派领袖阿加汉奥哥哥的邀请 乘坐私人直升机前往对方位于巴哈马私人小岛的别墅度假 违反多项利益冲突法的条例 杜鲁多事后公开道歉认错 表明日后与家人度假时会接受委员会的检查 杜鲁多已加于去年12月26日至今年1月4日期间 称作阿加汉的私人直升机 前往对方在巴哈马贝尔堡的别墅度假 不过阿加汉旗下一个以他名义成立的基金会 被揭发以税客团体的资格得到杜鲁多政府的资助 在外国推广加拿大产业 杜鲁多亿于去年5月与阿加汉举行私人会面 讨论一笔给予该基金会总值1500万加元 约9100万港元的款项 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 操守专员道森 Mary Dawson周三公布裁决 他指出了该次度假行程外 杜鲁多亿于2014年12月接受阿加汉邀请前往贝尔堡度假 杜鲁多太太格雷瓜尔则于2016年3月与子女及有人前往贝尔堡度假 至于调查重点的圣诞之旅 联邦操守委员会调查一发现自由党主席盖尼夫妇及党友监国会议员 阿里干夫妇一随行 道森说当身为总理的杜鲁多接受阿加汉的款待时 当局正与阿加汉有官方的来往交易 而加拿大阿加汉基金会已登记成为杜鲁多办公室的税客 因此杜鲁多本人或家人接受有关的度假邀请 可以合理的视为影响杜鲁多旅行总理职务 杜鲁多之后召开记者会并公开道歉 他说未来我与家人度假时将会接受操守专员的检查 杜鲁多称后悔事前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措施 确保有关形成无利益冲突 他是说最重要是确保总理办公室是廉政 包括在专业及礼仪层面与阿加汉的交流 不过保守党领袖希尔指杜鲁多判断错误 认为他以为寻求原谅亦于寻求准许又加没 早前报道杜鲁多去年的圣诞之行 花费纳税人21 5万加元约130万港元 之于今年度鲁多的圣诞度假目的地 将是位于魁北克省的加拿大总理度假官邸